1600新经济来看到的是 国发会发布了7月的景气灯号 还是低迷的蓝灯 但似乎有点转机了吗 请教主播浩婷 谢谢一轮观众朋友 我们先来看第9颗代表景气低迷的蓝灯亮出来了 国发会的这样一个讯号 告诉大家其实后头还有更努力的机会 那么这是过去9颗的蓝灯所呈现到的状况 那么现在要来看看两个状况 假设8月份还是蓝灯的话 那就会追平了记录了 那么现在已经亮出了联9蓝 其实大家就想到了 08年一直到09年的金融海啸期间 大家一样是很辛苦的 所以现在有一些好好的转机 包括了像是在生产面以及贸易面 国发会都观察到了 其实跌幅收敛也出现落底的迹象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说 我们就期待Q4 10月 11月跟12月 还有机会再拼一下 那么变灯机会也是高的 那么假设变灯的话 就会从低迷的蓝灯变成了黄蓝灯 我们再看到相关的一些所谓的威胁 很可能是来自于大陆 因为大陆有景气下行的风险 特别是像先前碧桂园的 这样房产踩雷风暴 还有包括地方债务 现在大陆失业率也很高 我们跟大陆的经济 其实是有点息息相关 也会影响到的 所以台湾景气后市的变数 要紧盯到的就是大陆的经济形态 一轮 也是看好景气复苏 最近西门町流行 订定租涨条款 这房东的心态又是什么 再请教浩婷 好 我们现在看到 就是房仲业者观察到了 有些房东 他们在西门町这边有店面 但是他们打的是长租约期的 不是说两年三年 而是五年到十年 那么所谓的涨租条款 就是这样的 他们发现到了 现在国际观光客 不断的涌入西门町 那么现在在当地 人气也回升了 所以附带涨租条款 特别是中大型的 长租约的店面 像是那个指标型的KTV 月租金一个月100万 说八年之后 月租金就要涨到一个月132万 而且业者也点头说好 合约都签下去了 在西门町这边 高价的租赁案件有五件 当中注明未来会涨 而且写得很清楚 的确有这个状况 那么现在房地产的观察 有个这样的状况 是写到了说 我们台湾的景气 处于转折的初期 房东觉得景气回升 商圈人也多了 还有包括很多人 想来这里租店面 卖观光伴手礼 所以当然房东也会觉得说 未来会更好 租金给它涨上去 房东一点都不怕 那么企业心态是什么呢 的确黄金店面要来卡位 所以你设有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涨租条款 写得很清楚 他们也愿意签约 寄望到的就是在这个新门町 这边商圈可以景气再起 一轮 另外产业界的最新消息 要来看到是中国大陆的 电动车大厂比亚迪集团 宣布收购美国电子代工大厂 捷普位在中国大陆的业务 这是否跟争取苹果的订单有关呢 继续请教好听 好 谢谢一轮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比亚迪 在大陆来讲 它是一个蛮受欢迎 也是最受欢迎的汽车品牌 燃油车以及电动车 它都有做 那么这回大家关注到的就是 大陆电动汽车的生产商 比亚迪他说 我要投入22亿的美元 去买这个美国电子代工大厂 捷普的相关业务 在四川成都 以及江苏无锡的业务 跟现有的订单 他都要拿下 目的就是要吃下了 这样的一个智慧手机 零组件的这样的一个订单 所以比亚迪野心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看 他收购的这个捷普里头 其实它代表就是重要的 这样一个相关的电子零组件业 所以业界解读了 比亚迪就是要争取 苹果的订单 他要做准备 那么鸿海现在就感受到威胁了 鸿海是iPhone最大的组装厂 那么和硕其实手上 也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订单 所以大家都说 这样子的一个比亚迪 是不是校正台厂 会不会受到影响 比亚迪的创办人王船福 曾经被外界形容为 让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最头大的一个人 现在大家也观察到了 鸿海不是也跨足了 电动车领域吗 那么现在 这个比亚迪创办人 要来做这样一个 手机的组装代工 所以好像就有一个 正面交锋的意味 大家也观察了 在未来电动车 以及电子零组件 都会推进新一步的竞争 有没有可能让这个成本 降得更低 大家也是高度关注 那么接下来 邀请观众朋友 拿起你的手机镜头 扫描QR Code 立刻下载TVBS新闻APP 掌握最新最及时的 新闻快讯 这是今天 1600新经济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